為什麼我們推薦各位去看兩本書 一本書叫持續買進 他是想投資理財外國人寫的書 看書要看外國人寫的 他們特別有學問 不是亂掰的 叫持續買進 另外一本書叫做漫步華爾街 这是投资理财必看的两本书 漫步华尔街 其实他讲的东西 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投资的经验 就是买ETF买SM的P500 一直买一直买这样 就不要卖出 除非送你钢来 要出口去玩 少了钱把它卖掉 就这样而已 就这么简单 这讲的逻辑推理 刚才不是谈到统计吗 其实因为外国 他们有关资料的累积比较久 所以外国统计资料比较真实 所以为什么你要买SM的P500 而且要持续买进 就是统计资料跟我们讲的事实 因为SM的P500大概有快100年的历史了 所以大概透过这个统计资料就知道说 我持续买进SM的P500的话 只要放长一定会赚钱这样 所以也说统计的东西 对我们人生其实是有帮忙的 那是统计带给我们一个正面的好处 这两本书我很推荐各位去看 其实会改变你一些投资的观念 那资讯处理其实也跟统计有关系 那现在公家单位对资讯处理人员越来越重 是为什么因为公家单位都是所谓的电脑来处理相关的资讯 我都记得那时候我刚当公文的时候 问他去台北市政兵政局 那时候公文是怎么处理你知道吗 用手写的 写完之后要发文 如果要发文发出去 我们每个单位有个打字是打字的地方 打字机 里面有打字机里面有好几个小姐 好像这样讲 好像有点蓝银其次 可是以前打字机里面人都是女生 打字机的 他是看我们写的字 把什么打成打字 然后再把什么 发出去 那是以前的公文是这样 所以以前的公文都是纸本 纸本 那现在公文的很多都是电子公文 我们叫电子公文 你不是收到纸本 是从网路上传过来的公文 那你这样只是在电脑当中去处理就好了 那资料就储存起来 所以现在公家单位最怕遇到什么东西呢 遇到电脑什么 当机嘛 所以每个公家单位的 现在每个公家单位基本上 都有一个房间 就是所谓的机房 可是不一定有资讯处理人员 因为资讯处理人员 一般来讲是编制比较大的单位 假如编制比较小的单位怎么办呢 那是找约聘雇人员 因为他没有正式编制 那只要找那个约聘雇人员 而且资讯的约聘雇人员 跟其他的约聘雇人员来讲的话 资讯的约聘雇人员的薪水特别高 因为他有一定的专业 甚至有时候说在我们中南部 尤其是在南部 你要找到很专业的 这个资讯的约聘雇人员还很难 你假如我程度很好 我刚才公家单位就单约聘雇人员 我去私人机工工作一个月是五六万以上 那公家单位约聘雇人员 在薪水还多么高大概是四五万吧 算算也不合啊 所以其实资讯处理人员还蛮缺货的啦 但考上国家考是最好嘛 变成是正式的啦 那假如你本身就有这方面的专业 又想待在家乡户届的话呢 其实很多公家单位都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资讯处理人员 所以我刚才谈到现在公家单位最怕电脑当机啦 所以那个机房里面大家都知道摆乖乖嘛 但是摆的乖乖一样会当机啦 那只摆信安理得的而已啦 所以现在资讯的就相对变得很重要 很重要 我在当公务员的时候 那时候在台北市政委的时候 那时候根本没有所谓资讯处理人员 因为没有电脑可以处理啊 一般都是用手写的嘛 打字机打一打而已啊 没有所谓资讯处理的问题啊 可是现在呢就越来越重要 那我们台湾呢 我们中央也配合成一个 大家可能都有听过 我们叫数位发展部 糖缝嘛 有没有 数位发展部 那就是因应资料处理啊 资讯越来越重要的趋势呢 所成立的一个部会啦 那资讯处理呢 顾名思义啊 就是管理政府机关的资料库嘛 网站啦 一些资讯周围的登录应用啦 档案管理啦 报表管理啦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网站啦 我们的网站 还有一些什么 一些资料库啦 这两个才是最重要的啦 最重要的 那就我们 一般公务员来讲 就是我的电脑要能运作嘛 这才是最重要的啦 所以呢 这个是资讯处理人员 是不过我先插个话 其实现在 资讯处理人员 你毕竟是一个人而已 所以其实 大部分的业务呢 它还是要外包出去 外包出去 外包谁外包呢 就是你资讯处理人员 你要当承办人 你要发报个标案 把其他一些比较detail的东西呢 外包出去给外面的一些资讯处理公司帮你做 帮你拿着 handle整个案子而已 这是资讯处理人员的工作 管理政府的资料库啦 一些网站啦 等等的 台湾的网站都很花俏 所以我们台湾的网站呢 常常就会 运作不是那么顺利 因为你图档太大了 你假如有机会的话 你看这新加坡政府的网站 新加坡政府网站很少有图案的 都是文字 因为有 纯粹是文字的话呢 它的档案容量可以不用那么大 它会运作比较顺利 那为什么我们台湾政府的网站 喜欢用一些照片呢 因为就是 就是很多县市所长都喜欢 把自己的图片放在上面嘛 所以什么活动都要有它嘛 不管它长得丑还是漂亮 通通都要看照照片嘛 我一天坐在这里 我坐在隔游嘛 啊早期啊 一天我一天有时候 就会开车回去看龙妈嘛 那时候从高速公务下去啊 那时候那县长叫宜正县 不知道你们听过 我们高崇县县长叫宜正县 它长得矮矮的胖胖的丑丑的 哦可是那沿路都看了照片啊 看起来有点不舒服啊 我跟他没有仇啦 我的意思是说 像我们都有支支支饼 像我又不是长得多帅 所以像我们都不会很喜欢拍照 不会那么喜欢主动拍照 我如果是帅哥美女 当然很喜欢拍照啊 对不对 可是呢 我有支支支饼啊 我不是帅哥 那可是我们每个县市所长 都以为他是帅哥跟美女 所以你看我们像我们账户也是吧 台中也是各个县市首长都很喜欢 把他的那个照片啊 放在网站当中 所以我网站相对的就运作没那么顺利 可是实际上 其实我们一般的民众 根本就不会上网去看我们正楼网站 有啦 只有一个时候会看什么 申请补助的时候 申请补助的时候 很多人会看 你们有没有申请过一个电动机车 在早几年 电动机车补助我都三万起跳 一台车补助三万以上 我那台电动机车补助五万五 给你查 我去两边申请的 对一开始没多久 不是淘宾 那时候淘宾很多对 淘宾只是第二多的 我去个第一多的申请 请我学生帮我申请的 我学生是原住民 我去花莲申请的 五万五 那台车七万吧 五万五 对对那时候淘宾很多 可是我不是去淘宾申请的 我是去那个花莲申请的 可是老师 你期间用的没有断电吗 不是说断电啊 不会啊 这狗狗肉啊 还好吧 是哦 我不知道我没遇过断电啊 上个月不过钱 是哦 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都会 我是吃到 我是用了吃到饱的啦 是啊 是哦 那现在因为他们的电子 就是太久 太久没有太患 对 然后现在很多人用 很多都是没有充饱 嗯 我说 吊车好几次 那是请他来救援 对不对 啊 你就是要让他说 请他再等一下 那叫车有电 再去换一趟 放电池 不然等他吊车来 吊车回家 我是没赌过啦 但是我刚刚 我骑的今天还是 还是油车比较舒服一点 真的 只是油车比较丑啦 哈哈哈哈 以前就是爱漂亮 其实他车子很漂亮 很时髦才去买的啊 你买第一代的啊 对啊 我买第一代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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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代的话有那种单人做的 你有买过吗 马可 对对对对 那台车有保存价值呢 对对对对对 那台车不便宜欸 那个车 对 那台车真的很贵 其实看就是 就是有设计感啦 亚路線形 对 好啦 这个是知信处理 所以知信处理 总而言之 沿 end的总之 哈 他们在公交单位 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重要 好 那知信处理 他谈到说 这个困难度很高绘画 所以一般文科的学生 甚至商科的学生呢 應該也不會來考啦 不過話說回來 我們台灣很多電腦很厲害的 老實說也都不是練資訊的啦 那都是有興趣的人去從事資訊管理啦 所以呢這個有的時候 就看你本身對這方面有沒有專業嘛 那假設你從頭到尾對資訊都沒什麼專業的話呢 你去考大概不太可能 就像我好了我自然很會考試啦 你知道我去考什麼經監行政啊 去考一般行政一般民政呢 我都有把握考得上啦 但是你只要去考資訊的話呢 我一輩子應該考不上啦 我懶得去學啦 就像我在 我像我辦公地幫我用的電腦 基本上我的電腦很少在中讀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不打電動玩具 然後我只會做文書處理 跟什麼上網而已 所以我就很少會中讀啊 不像有人的電腦三不五時會中讀 因為通常下載一些東西啦 或者是怎麼打線上遊戲啦 好所以它專業性能非常高 所以假設你不是這方面專業的人 大概你也不太會去考資訊的東西喔 而且像我講過喔 假設你真的考得上啊 代表你有一定專業程度 那你拿那個專業程度呢 你本身去私人機關呢 你搞不好可以賺更多的錢 所以這個就科幣以前講的嘛 你出的你這個價錢 曾請得到一隻猴子而已啦 你要用更高的價錢 請到更好的人產呢 在我們整個法律限制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我們公務員的薪水嘛 你總不能說因為你是資訊的話 我給你特別多薪水啊 有啦 那就是專業價值多一點錢嘛 可是跟外面的私人機關來比的話呢 那個也是差很多啊 所以我覺得在公家單位 你要找到很專業的資訊人才的 困難度是比較高的 好啊這考試呢其實很多啦 甚至國文師也很多 警察特考也有啊 警察特考 好幾年前我跟學生就是考那個 警察特考的資訊人考上 然後我那時候還特別去問他說 你去考警察特考的資訊人士想要幹嘛 他說他想去從事監聽的工作 電視劇看太多了 美劇看太多了啦 從事監聽的工作啦 監聽的工作 當然他去也沒有從事監聽工作啊 但進去裡面也是處理警察局的一些 一些電腦事務啊 也在做雜事啦 都在做雜事啦 所以也好像也不是真正在從事資訊的工作啦 也監聽不到他啦 所以外交特考也有啊 然後這個調查局特考通通都有 所以反正現在很多公家單位都需要資訊的人產 那關稅特考也有 你看國安特考也有 台鐵也有 都很多喔 所以其實他考的機會很多啦 可是就像我講的嘛 這個真正的資訊人產呢 他不一定會來考這個東西啦 還有像國雲事業啊 包含那個捷運啦 台北北捷啦 漢翔航空啦 農會啦 漁會啦 漁會啦 這個呢通通的都會考 所以他的出 他的考試機會非常非常之多 連銀行的國雲事業也通通都有啊 好啊 這報考林林先生我也講過 這個我就不多說了啦 台鐵呢 剛剛有談到台鐵他有考喔 那包含像說第11階 今年剛考完嘛對不對 高中職畢業嘛 然後第10階這個高中職畢業都可以考 好 然後第9階呢是縣莊科畢業嘛 第8階的話呢是大學畢業 那明兒的話很多你看看高考的話你看112年呢就195個 就跟經驗行政一樣嘛 他的業務量越來越大 相對的他需要的人就越來越多 那我稍微介紹一下 司法特考這個東西啊 他這個可能是最有成就感的啦 就是因為我們之前有談過所謂的那個檢查事務官啊 檢查事務官就是檢查官的助理啦 那當檢查官呢他可能對法律很熟悉 那可是對其他專業的東西包含像說 啊這個商業犯罪啦內線交易啦 啊或者網路犯罪呢檢查官可能一窄不通啦 他講到以前那個我們司法界流傳的一個笑話啦 這個就是那個我覺得這是笑話啦 應該沒有這個法官這麼蠢的啦 法官就把杯子放在那個光碟機的那個圓圈的地方 我們光碟機不是出嘛 所以一掃機不是光碟機 對對對換杯子這樣 他也許對法律很熟啊 可是他對電腦完全都不熟啊 人家都不熟 我們其實老實說一般人對電腦的熟悉不就是操作嗎 打打字嗎 上上完嗎 不然還有什麼更熟的 你們對Excel熟嗎 其實你們用Excel是最基本的 Excel有很多的功能 超多的 可是我們用的永遠都是最基本的功能而已 可是其實Excel的功能很強 再加上現在Excel有結合AI 我不知道各位軟體有沒有去更新過 AI它的功能越強了 可是事實上那麼強的功能呢 一般人都不會用 都不會用 所以其實我們一般人用的電腦的功能都有限 都有限 所以這種檢察官的電子資訊處理 這是針對專業的一個犯罪 需要有特別的檢察事務官來處理 所以現在各行各業都需要這方面的人才 所以民人很多 國雲之夜也很多 包含國雲連照的資訊人才 你看民人都還蠻多的 台煙 台灣煙酒購賣局 中華電訊 那天有個台南班的學生 考郵局的內琴沒有考上 他考呢 就是考這個 中華電訊的什麼 就是這個組考上 他一邊考中華郵政的內琴沒有考上 但是這個什麼 他考上了 而且很妙喔 他覺得中華郵政考完之後 他覺得中華郵政會上 這個不會上 結果後來結果剛剛顛倒 中華郵政沒有上 完了這個上了 他台鐵連照剛剛有談到 他都需要這方面的人才 他的福利呢 其實就是在公家 公務員當中啊 他的大意算高的 因為他專業價值很高 他的專業價值非常高 所以呢 同樣是公務員呢 他相對他薪水比較高 不過就跟資人機關比的話 還是有一大段的落差啦 他知道說這是 都一樣的東西 共務員有保障嘛 等等的那些東西啦 我就不多說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分發的機關 分發機關呢 其實中央跟地方都有 中央跟地方都有 像我以前曾經帶過那個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聽過 叫做退伍基金 啊 退伍基金 他是隸屬考試院的 我們那退伍基金裡面的那個 資訊人員就是非常多 大概有快十個人 而且都是正式編制喔 為什麼 因為退伍基金呢 他掌握公務員相關的 退休資料啊 他的退休 輔序 等一些資料 都是在什麼 退伍基金 他退伍基金還要操作股票 所以那時候 那一陣子我在退伍基金的時候呢 我朋友圓都特別好 我朋友都一直問我說 欸你們你們退伍基金 買哪支股票 我都有啊 買台塑蘭亞中華電信啊 他就買那些籃籌 我們叫籃籌股嘛 大型股啦 籃籌股啦 籃籌股 好 那你看這些東西呢 都需要很多的那個資料 很多data的匯整 所以我們那時候 我們裡面的資訊人員 就特別多 特別多 所以你要看那個單位的性質啦 單位的性質啦 所以同樣是考試院 退伍基金 需要的資訊人員 就特別多 像說中央各部會 像雲人會啦 財政部什麼等等啦 其實資訊人員 反而分發去中央的是比較多的 分發來地方的比較少 因為地方的話 像我們現在 像縣市政府好了 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 我們一般來講呢 他不叫做資訊處 他常常會設在什麼 他把資訊人員 設在一個叫做中規處 中和規劃 中規處下面設個叫資訊科啦 資訊科 那一個資訊科 哈不浪當 大概是十個人吧 就是這十個人 再加上一些呢 約聘僱人員 負責整個 縣市政府的一個 資訊運作 所以呢 資訊人員呢 一般分下去中央比較多 中央比較需要 資訊人員 因為中央常常要匯整很多的資料 需要很多資料的收集 這都是需要呢 一些相關的資訊人員 所以我們資訊人員 反而分下去中央比較多 分他地方是比較少的 那地方的話 大概就是 縣市政府最多啦 一般的鄉鎮跟公所 跟各級學校的話 一般來講也很少 那剛才到說那個台燕嘛 都有資訊人員 台燕啊 然後台灣鐵路局啊 郵局啊 通通都有啦 都有 這正式錄取 真的錄取 我已經講過了 好 那資訊處理人員呢 其實就剛才談到嘛 就是計謊嘛 計謊 一些資料庫啦 其實他們談到一個東西 要資安 現在資安也很重要啦 不過我是覺得 一般的公家單位呢 外面的駭客呢 比較不會一些害你的資料庫啦 比較不用擔心 因為畢竟你不是多麼敏感的單位嘛 中央可能會稍微注意一點啦 地方政府的資料 大家大概沒人想去嗨你的 中國大陸只要攻擊我們的網站的話呢 應該會攻擊中央的 也不去攻擊地方的啦 所以大概是資安還好 不過他們資安都有些考核還蠻麻煩的 每年資安會考核 要準備很多的資料 那就剛才我談到的嘛 其實 資訊人員呢 在公家單位呢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那個公文系統 大家可以正常運作啦 公文系統 因為現在公家單位的公文呢 都是電腦在處理啊 而且電腦公文系統當掉的話呢 今天就不用上班了 所以大概最重要的就是 公文系統要正常的去運作 正常去運作 這是最重要的喔 那其他就是一些機房啊 資料處理 不過我覺得我剛才談到的 這個機房資料庫處理資安案 絕對不是單純一個或兩個 資安人員可以做 所以我們現在常常的做法就是 我剛才談到就是 你資訊人員 你要先編一個預算 什麼預算呢 就是有關於我們這個機關 有關於資訊的預算 包含硬體啊跟軟體 那編了之後呢 你要把這個案子 變成這個發報案 把它發報出去 你要去做發報的動作啦 發報出去 他發報出去給外面的廠商 他會來做呢 相關機房資料庫整理這些東西 外面的廠商來管理 那你就負責監督這些人 所以其實資訊人員 不只要處理資訊方面的問題 那很多的一些行政事務呢 他也要去負責 所以其實不管是考資訊的啦 考一般行政的啦 考經歷行政的 其實現在人呢 現在公委呢 他考上之後呢 常常都會安排去 去上那個政府財政 來購房 因為你的業務呢 一定要去做發報的動作嘛 我們政府機關現在的工作非常多 你純粹靠公務員處理呢 根本就沒辦法 所以很多業務呢 他都要外包 都要外包出去啊 外包出去 那資訊呢更是一個 很典型的外包的業務 所以現在很多公司啊 他都靠政府機關在賺錢的 從北包到南 從北包到南 對 我們現在的學生在 在縣市政府啊 當資訊人員啊 早期啊 好幾年之前啊 常常的工作 我們工作呢 就是 公務員啊 他們家小孩子的電腦 有問題啊 都請他重灌 以前不是電腦都重灌嗎 有沒有印象 對不對 他就找他們的支持人 幫他重灌 重灌需要時間嘛 所以他一邊上班呢 常常幫很多公務員 家裡的電腦呢 在那邊做重灌的動作 現在比較不會有 現在好像沒有什麼好重灌的啦 好 這考試日期呢 剛才已經談過了啦 就是 跟一般的高普考呢 其實是一樣的 好 我們看這科目 這科目都是很專業的科目啦 我常常是有看沒有懂啦 對不對 這都是他們專業的什麼 資通安全 資通網路與安全啊 城市設計啊 什麼等等這些東西啊 都是很專業的東西 警察也是啊 也是 好 那這次考試科目 我就不多再解釋了啦 總而言之言的總之 就是 他需要一個很專業的人呢 來進來呢 才可以去考這個 相關資訊人員 所以其實他的專業程度呢 非常高 那假設你不是讀 這方面 資訊專業的人呢 其實大概也不太可能 來參加這個考試啦 所以 他算是一個專業程度 很高的一個考試 不過考上之後呢 這個資訊人員呢 在公家單位來講呢 他的地位還蠻崇高的 因為大家常常有求於你嘛 電腦有問題啊 或者甚至是家裡 電腦有問題啊 都會請你呢 多多少少幫一些忙 所以其實在公家單位裡面呢 我覺得 業務算單純啊 那最複雜的事情 大概就是你要去監督那個 外發公司 要把相關的機訪的管理啊 網路安全把它做好啊 然後每年的網路 網路安全的考核呢 要把它做好 還有一個業務還蠻妙的 要做什麼呢 就是那種所謂的 那個 網路安全測試 就是他們那種上級機關呢 就是每年會做個測試 什麼測試呢 他們發一些 郵件 來測試公務員 會不會隨隨便便的 打開那個 不相關的郵件 那只要打開太多的話呢 那個成績會被打折扣 那他去三聲五令 跟大家講說呢 哪些郵件都不能隨便打開這樣 好 這是呢 資訊人員的相關的工作 好